好 我們是OCF 我是OCF 葉子 那我們就會來介紹OHG PART的簡介 跟一個我們OCF近年在推的 一個開源辦公軟體工具箱的介紹 主要先介紹一下 我們是開放化基金會 那我們有三大任務 也是支援在地開源社群 跟第二個是推廣開放原始碼 開放政府跟開放資料 第三是串聯在地與國際交流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合作社群部分 我們就是像大松也是我們 就是合作社群 然後像這次的合辦單位的CodeCup也是 還有西康學生機計算年會 那等等都是我們一些合作社群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開放化基金會 除了剛剛就是提到開放原始碼 開放資料 開放政府組合小孩 開放人科技之外 那我們也逐漸就是擴展到外面的 像網路自由跟數位人選 都是我們關注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介紹OSG PART 那就是開源貢獻者票的快速通關計畫 那先稍微解釋一下 怎麼是OSG PART 那OSG PART 就是在台灣就是開源跟開放社群 就是非常活躍 可能在過往一年都會有 大概十幾場的中大型的會議活動舉辦 那就是往往就是這些活動也會給開源貢獻者 就是有一些補助票券的一些試出 那往年就是這些各大活動都是由各個研討會去做申請 就是它也沒有同一個格式或是形式 也沒有所謂同一個規則 那就站在各大研討會 然後讓這些申請者就是要反覆去各個研討會做申請 那也就是浪費了他們很多時間 那從2019年開始 就是OSG PART 就是成立了這個OSG PART的平台 就是統一由OSG PART 就是統一由OSG PART 來審核 找審核志工來做審核 那也跟這些就是合作的研討會 像西抗科學會來做合作 就是只要讓申請者投一次稿件 就可以參加這些研討會 或者是研討會的一些票券啊 或是優惠的折扣碼 或是一些大會福利的部分 這樣子 那我們有跟哪些單位合作過 像西抗的就是特別貢獻票 Malcon的開源貢獻票 還有CoseCop還有GV賞蜜 跟PiCon都有做過一些合作的部分 那我們有接受哪一些專案類別的申請 像是只要是近一年的貢獻成果 那有公共授出的事權 然後公開的途徑 像是GitHub啊之類的東西都可以 那我們有哪些類別 都屬於我們OSC POS符合商品 像是Code的貢獻啊 文件的貢獻 Five Issue 或是策略推廣活動 或是No Coding的作品釋出 都是屬於OSC POS 可以作為開源貢獻的一環的類別 然後再來呢 就是我們OCF今年 就是有推了一個 就是文件貢獻的這一塊 就是編傳手冊 翻譯協作的部分 的一些開源貢獻 可以給大家來釋出 那這部分 就是由我同事人為來跟大家介紹 嗨大家好 我是OCF的人為 那剛剛葉子有提到說 有一個快速通關系統 那如果你最近還沒有想到 或說最近手邊沒有可以申請的貢獻案的話 那你可以 稍微考慮一下 來我們的專案幫忙編寫一些東西 對它是一個開源辦公軟體的工具箱的編譯計畫 那簡單來說 應該說從目的開始 我們為什麼要推廣這個東西呢 其實 體驗的過程 大家應該都有多少 體會過那個 有很多的數位 遠端或是辦公的需求 在越來越興盛 應該說在疫情之下 越來越需要使用它們 但很多的辦公室幾乎都會使用 應該說很多公司部門都會使用 商業 就是科技公司的解決方案 但我相信今年大家 可能在1月到3月的時候 有多少看到那個 譬如說Google的教育版 雲端硬碟 砍很多容量 很多教授 在後來上課的那個過程 也就是受到功能限縮的影響 那這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因為我們的數位生活的自主權 就這樣交給了科技公司手上 那我們會希望說可以多推廣一些 開源的辦公軟體 讓大家可以認識到說 開放原始碼跟開源的軟體 是幫助我們把這些數位生活的自主權 掌握在自己手上的一個好的方法 對 還有一個小小的點補充 就是之前 如果你的那個iOS的系列服務 你是註冊為中國的用戶的話 像你的資料 就會存放在中國的伺服器的裡面 那那個伺服器存放地點 就會受到當地的法規限制 就是當地政府也就是中國 想要什麼樣的資料 他就可以去跟那個Google 或者是其他 將伺服器設置在他們的科技公司去要求 對 這不是一個就是我們樂見的事情 對 那這個計畫要產出的東西呢 其實是一個手冊 然後希望這個手冊 這個工具箱可以給任何人 或是公民社會的行動者 需要做辦公軟體的時候 它相對於商業軟體有一些替代的需求 那如果你沒有做這種事 沒關係 這裡有兩個範例可以去參考 就是這兩個都是 呃 就是怎麼樣去介紹一個開源軟體 給陌生人的一個很好的範本 對 那我們之後會把它編寫成一個文件 然後CC釋出讓大家可以一起取用 然後一起來貢獻的作者們也會列入 就是共同的作者行列 對 有興趣的話就可以加入我的 我的Telegram或者是寄信給我 對 那它的操作流程的話 我們這個流程在那個前面報到櫃台旁邊 有一個一樣的版本 所以我這邊就不贅述了 總之就是現場我們會開一個協作文件 你把它登錄進去 掃這個QR Code的登錄進去 掃這個QR Code的登錄進去 就可以一起現場協作 對 完畢 對 完畢 那如果有更多想了解OAC PASS 或是開源工序箱的部分 我們在外面有一個攤位 那也可以找我們 就是了解更多的一些資訊這樣子 那謝謝 好 那我們謝謝